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就曾经被轰炸机重创过 这是美军派出的130架轰炸机 连续六天在高雄丢了近千顿的炸药 甚至把要歼灭日军的烧仪弹 居然直接就带南台湾给试炸了 究竟有多惨烈 我们稍待一会儿要惊爆内幕 还要带您来看美军当时怎么对台湾的 轰炸机扫过 这个烧仪弹扫过之后 居然台湾原本是他们要丢原子弹的目标之一 美军带来的两颗原子弹 其中第三颗神秘的消失了 跑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稍后告诉您 再来看看很多人对我这个发财梦 有的人呢 又会拿着一个藏宝图 看看能不能找到黄金 观众朋友 最近很多黄金出炉嘛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呢 这个墨西哥首都 这个礼拜挖出了500年前的黄金宝藏 让大家吓了一大跳 明末的杀人王张献忠抢来的黄金 在四川其实也被发现了 台湾有好几张的藏宝图 扎扎实实 据说都有黄金在里面 其中呢 更有人说呢 日本离开台湾的时候呢 有八大黄金藏宝图 但很奇怪的是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神秘诅咒 为什么开湾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神秘事件 而被中断 我们稍后揭秘 还要来看的是呢 这个礼拜发生了一起 这个自杀命案 很多人听了都觉得很差异 其实这种离奇巧合 好像人带人的这种怪异命案 还真的不少 我们今天做了整理 一起来讨论 好 先来介绍金典会来宾 首先介绍的是 知识媒体的奥瑞德先生 惠敏好 大家好 黄畅夏先生 惠敏好 大家好 张若伯先生 惠敏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风水张嘉玲建一老师 惠敏好 大家好 好 稍后待会知识媒体的 徐浩平会来到现场 新一开始 我们带您来看看 这极其诡异的命案 令人毛骨悚然的巧合 民宅外围拉起封锁线 邮差想要送货 却遭到阻挡 监事人员在这间透天座内 进进出出 年初才传出 五名女子亲身四死的屋子 又传出命案 今年1月6号 当时有陈姓与叶姓 两家七口都住在这里 感情相当好 因为陈家姑姑久平厌世 当年傍晚 集体在住家二楼 除床室里烧炭 窗户用交代封死 五人全躺在地上 最后酿成四死悲剧 鞋子东倒西歪 周围全是木炭 用来点火的纸 也都烧成焦黑 当时从鬼门关 救回来的陈家大女儿 与父亲继续住在一起 却也没想到 同个地点 同个手法 悲剧再次上演 五子命案 刘志勤夫妇 涉嫌杀害五名子女 惨杀骨肉的人文悲剧 红落潭命案 也在遗书中 写下三名子女 已经遭到杀害 这两大命案的相同点 更是让人发毛 两大命案分距台湾岛东西 但巧合的事 都在北纬23度 虽然相隔五年 但日期居然都是相同 在9月5号 而家中的女主人 都是命案关键人物 在娶的妻子 这两大命案 牵扯12条人命 这样的巧合 更让人毛骨悚然 我们一起玩家了 家属哭断肠 这是创意旅行社 游览车翻覆事件 你还疯了 救难人员 从通年记录的位置找端倪 研判他们在114.5公里处坠癌 而意外发生时的雨量 竟然也是114.5毫米 更令人发毛的 在海陆空全面搜索下 找到部分失快 最后失踪的人数 竟然和民国61年 大华公转意外一模一样 要说恐怖 游览车翻覆才快满一年 又碰上军机撞山 三人死亡 当地居民胜船 该不会是两高腿 军机坠毁地点 就在苏花公路 116K的山壁上 失事地点下方 就是创意旅行团 游览车翻覆之处 更巧的14年前 花岭空军 也有两架侦察机 在燕辽海岸赫铁山区 撞山坠毁 三人死亡 全长118公里的苏花公路 躲命路段 正如传闻所言 集中在114K到124K 短短10公里吗 其实有人说 伤心地不应久留 这起事件的发生 似乎呼应了这样的说法 对 没错 其实在今年初的时候 在澎湖的这一家人 他们因为住在一起 他们是住在后天厕等等 当时我们就觉得匪夷所思 为什么呢 两家人 然后一起约定 同一个地方储藏室里面 一起烧炭自杀 那一天没有打到电话 没有联络到人 他非常的紧张 立刻通报所有人 就没想到找到的时候 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已经用交代来用什么 而且在这个 陈姓长女的手机里面 有一封 没有传出去的这个简讯 里面写了一个 是到该走的时候了 那当然 站在我们的立场 看这样子 如果不是因为信教 因为听附近的邻居说 他们常常在三更半夜的时候 会为了拔杯的那个声音 那时候怀疑会不会是宗教因素 因为有时候会因为宗教因素 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就很有可能是忧郁症发生 那其实在高雄也一样 高雄有一栋大楼 非常的特殊 非常奇怪 为什么 它是个中古的大楼 因为有个老翁 他现在家中病故了以后 半个月发生了三起 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为什么 先是老翁隔壁的许姓女住户 他隔晚寻短 那他后来被救回来 赶快送医以后救回来 可后来 在两天后 他的邻居 这个许姓女子的 老翁隔壁许姓女子 许姓女子隔壁的邻居 李姓妇人 他寻短 寻短以后 他走了 然后四天后 李姓妇人的隔壁的陈女 他寻短 也走了 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而且他出事的 都同样都是五楼 因为他们是总共 等于说两边两边这样子 总共各有四户 人家有八户 都在同一边 同一边以后 同样会让人家觉得 是不是怪怪 对不对 会不会觉得 好像风水还是什么怪怪 所以还是有去办相关的法事 我跟各位说 像这样的巧合 我这辈子真的是 采访社会经文被吓过一次 为什么呢 连你都会被吓到 台北市新生北路 台北市新生北路的 一个一栋大楼 然后上去了以后呢 为什么第一次上去 因为第一次发生的时候 没有 我没有任何的 等于说想法 上去以后 这是个命案 被人家害死 一个女孩子被人家杀死 凶手道歉都没破案 然后上去以后呢 拉封锁线 然后哪一户 我就采访新闻 死者是谁 可能是谁 这样的采访 隔没多久 又一个命案 然后呢 我看地址 那时候还没想到 我来到现场 又是这一栋 然后上去 又是这一栋 然后一看 又是这一户 你知道吗 又是那一户 真的哦 这次是他寻短自杀 你知道吗 然后怎么那么巧啊 因为前不久 才一个人被杀死在里面 然后又搬 你要知道这种 阿帕套房的 他是不可能 放在那个地方不租的嘛 然后呢 那就算了 三个月之内 我第三次去 看到这一栋 吓一跳 看到那户楼 吓一跳 看到那个房间 我真的被吓一跳 三个月我去三次啊 你知道吗 这次也是寻短自杀 所以完全没办法解释 为什么在同一栋的 同一层楼的 同一户 三个月之内 连续发生三情命案 所以我们要问林老师 这怎么回事 那个套房 换不同的住户进去 结果下场居然都一样 这个大楼 高雄的大楼 老先生病故之后呢 连续同一层楼 陆陆续续 发生亲生事件 就是在那个位置里面 他的磁场 储存了一个死亡的意识 没有驱散掉 我一个朋友 是一个设计师 理发设计师 那家里幸福 然后呢 他喜欢玩空拍机 然后有一天他就 到了那个 宜蘭的原山 去住宿 住宿以后 夜景很漂亮 他就到顶楼 就是他 他是住 那个最顶楼 就到了 那个顶楼的 那个窗台 很远 有个露台 到露台的边边 抽个烟 就听到一个声音说 人生没什么 你只要往前跨一步 就没事 他心里想 我家里幸福 我又赚钱 我又没 我又没什么事 我只是来休闲 怎么会 怎么会听到这种声音 或者是有这个念头 他就退回去 退回去房间 他想一想 刚是不是饭厅 他就又出去 想说再抽个烟 你很喝大 抽个烟 一样的 就是说人生没什么 你只要往前跨一步 什么事都解决 他呢 二话不说 就下到楼里面 说我要退房 幸好他有警觉性 幸好他很健康 有一个企业的女儿 我不要讲谁 因为是朋友 他不是跳楼下去吗 跳楼下去呢 其实他的嫂子 在前一年 也就在他的那个 跳楼的那个 怀疑的那个位置 也是听到跟我朋友 同样的声音 就是说人生没什么 往前跨一步 什么事都解决 这是在一年前 他嫂子听到 然后嫂子就 嫂子后来离婚了 就是跟先生离婚了 接下来 莫名其妙 那个女生就跳下去 在同样一个位置 那我再举例一个位置 文化大学 文化大学 在曾经那个女生宿舍里面 在施工的时候 工人跳下去 工人 可能是不小心 接下来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学妹 跳下去 好 接下来 我一个益金研究社的副社长 他走到了那个 那个洗手台旁边 就有人叫他跳下去 那他就退回来 退回来 那总是要去洗手再去 后来他很聪明 他赶快跑到办公室来找我 那就 那时候我就帮他 找几个学生一起 给他一些比较洋刚气的 因为女生宿舍 我们不能进去嘛 给他一个洋气 我跟你讲 我回家呢 我睡了三天三夜 没办法起来 你是帮了他吗 帮了他 因为那 那个他也去 就是说他那个 几乎两个 那个林都在他身上了 所以那 当时我们去不走 所以老师您说 这有一些地方 其实就是二地 是二地 有林在那边 有些坟地 有些家里是二地 也有些坟地是二地 我讲我舅舅 这是我舅舅家的故事 是我舅舅是从事 这个藏仪 就是他 尤其是他卖棺材 所以他其实对这个东西 都好像 好像无所谓 然后后来他 我舅妈 死掉 的时候 他选了一个地 我去看 我说舅舅 这个地不好 这个地是个二地 里面都是黑 黑色的石头 然后我就说 哎呀 我棺材用好一点 很好 我自己 自己在 在做棺材 我棺材只要好就好了 他就 没听我的 的话 他就准备了一口棺材 他的棺材呢 当时呢 就跟 差不多王永迅 王永在的那个集数 就是很大口的棺材 好了 买了下去 第二年我舅舅走了 第三年 我梦见我三表哥 就是 哎 梦见他 我就回来带他 哎 过了一个月 他赶来走了 再过隔一年 我二表哥 我梦见了 我在埋葬他 然后我 那一天我就打电话 一大早清晨又醒来 就是那个画面太真实 所以我就打电话 给我那个 那个二表嫂 我说嫂子 那个哥哥现在怎么样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知道什么 他说昨天检查出来 肝癌末期了 所以后来我把他埋葬了 这是 这是我三表哥 二表哥 在接下来 已经第三个了 第三个 接下来 我的大表哥呢 他因为一天到晚在外面跑 所以他的孩子 唯一的儿子撞死 接下来 他的女儿烧炭自杀 再接下来 他呢 在死在大陆的河南 就是连续这样子下来 后来我去 从第一口棺木 我舅舅那个说很好的棺木 有一打开 我舅妈根本没有画 就完全完完全整整的 所以那个地是个二地 也就是 阴西阴 所以不是说 棺材好就好了 对 地理也不太外 好 讲到这个 钟伯你有亲身的栽培经验 对 那我先来讲 这个警察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他说有一会儿他接过报案 说 很失巧有人跳河床 他心里想这是怎么样 跳河床 那就是亲身又亲身不了 那要说中邪吗 他赶紧就去现场看 就看到呢 在现场有一队情侣 男的呢 在那边已经中邪 女的呢 则是在河床那边躺的也没动 好 真有跳河床 所以警察就赶快去救 救起来呢 这女的虽然受到受伤 但是她没死 然后就问那男的 那男的就已经也是成中邪状态了 就后来呢 好不容易清醒了 警察给他把腰醒之后呢 男的讲 我不知道啊 我们来这里谈恋爱 聊着聊着 本来正开心的 那女的 我女朋友 她就突然往河床一跳 她像中邪一样 悠悠地往河提州 边走就往下跳 就跳下去 然后来 你就看到就变这样子了 好 那警察就觉得 真的是两个人都中邪吗 莫非吉因之地真的发酵了吗 还是 难得推他下去啊 警察总要勘察吧 警察就跑道说 好那你讲啊你女朋友是在哪边跳的 我要去勘察一下 结果这位灵性远警走到了 男朋友所指的那个女朋友跳河床的那个地点的时候 他走到那边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 他有一股被往下拉的力量 他也要跳河床 那当然警察总不可能也中邪跳河床吧 这个警察事后回忆起来就觉得 好毛 莫非那边有一股力量 要把他跟那女的都往下抓 女的被抓了 没死 逃过一劫 好 但逃过一劫没死 警察呢 则是根本没被抓下去 那这样的不知名力量就消失了吗 我告诉你 这才是后面恐怖的 这个案子呢 是发生在民俗月 我们讲的鬼月 我刚刚讲 这就是发生在鬼月 鬼月还没过完 接下来又是横溪桥 同样的灵性园警 再度接获报案 所以那边呢 好像发生了意外 就灵性园警 驱车赶往目的地的时候 其实心中就在发毛了 就一到那边 他一看横溪桥 很在眼中 完了完了 这不知道什么事情 进去 这回就没那么简单了 因为已经看到现场 有一个五岁的小孩子在哭 那溺水的是谁啊 是他爸爸 这个爸爸的姓郭 郭姓男子呢 据当时目击者说 他说超奇怪的 你知道那个深潭 有很多人会在那里钓鱼 那一般人就是在那里乖乖的钓 何况郭姓男子是带着小孩 五岁小孩去钓 你就乖乖在那儿钓嘛 可是他说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看到郭姓男子 才钓没几分钟 就往深潭里头跳下去 好 跳下去 然后跳下去之后 再也没上来了 后来才发现 那郭姓男子 问他的儿子嘛 说爸爸为什么往下跳 他说我不知道 爸爸就突然就拿着鱼枪 跑到的深潭里头 说要去射鱼 接下来我就看到爸爸 在呼救 然后我就看着他被抓下去 警察一听到这边 警察林心园警自己就发毛了 心里有数 因为他会回想到当时 他也被抓 还有那个女朋友 跳河床 对 好 你以为三峡只有横锡桥 让这些警察发毛吗 大暴溪 这个恶名昭彰 藏烟水 已经藏溺水 现在已经是直接公布 不能去了 不能去要罚钱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大暴溪曾经发生一故 发生过一次 是很邪门的事情 有一会儿呢 就有两个男同学在那里溺死 结果家属在医院 很难过 因为已经死了 然后结果记者去采访的时候 他说我儿子叫俊贤 邱俊贤 我儿子今天还生日 很难过 可是我们却听到 有别人在哭 我们访问他父母 父母其实都就是已经 哭了差不多了 但是旁边却还有别人在哭 然后我们就听到他们在喊 俊贤啊俊贤啊 这是不是事情 让人家觉得很奇怪 就说那你们认识他们吗 没有啊 我们不是同一婆 你知道惠敏什么事吗 我刚才是不是说死两个人 对 那个人也叫俊贤 同名 真的也叫俊贤 他们在医院才发现说 什么原来当场溺水 两个都叫俊贤 结果我们就去问救生员 总要问救生员说 你当时在救手 有没有觉得很邪门 两个都叫俊贤 救生员说 不会啊 我觉得还好 因为还有更邪门的 我们说那救生员 大哥你就讲一下吧 他说三年前在东眼桥 一样大爆溪 我们现场去救的时候 两个溺死的女的都叫秀丽 六年前 在湾潭 一样也是大爆溪 救起来的两个也是死了 都叫薄红 每隔三年 观众朋友 你算一下 六年前是薄红 前三年是秀丽 现在你看到的是俊贤 你可以说这就是巧合 但天下有这么巧合的事吗 这种巧合太离奇 太不可思议了 其实在台湾东海岸 也有一个阴阳水域 会抓人的 说实在这个巧合 已经真的让大家是毛骨悚然 因为不止东海岸 其实就从我们台湾花莲到宜兰 不论往基隆或日本的石渊岛 或者是在我们的澎湖海域 这两边都是很神奇的阴阳海 因为我们首先来看 2001年花莲一号 4000吨的大铁砂船 它航行出去不久 就不见了 所有雷达都消失了 到现在人 船 货物 铁砂 都不见了 那么无独有偶的 也是在二月 那么就过了整整五年后 2005年 另外一艘 同样是4000吨的铁砂船 叫做瑞泰八号 那当它也是从花莲出海 准备又要往石渊岛 或者往基隆的方向 航行的时候又不见了 那么这两艘船 其实还不只是其中两件 陆续还发生了类似的案件 1986年 我亲自去采访的新闻 当时是一架国内线 是华航的国内线 那么从松山机场 飞澎湖马工机场 最后呢 它是掉在了木斗宇的外海 那可是 它当时掉就已经很奇怪了 因为照理讲 在当时 它已经是要降落马工机场 可是没有想到降落的时候 降落不够漂亮 就有一点鼻轮朝下 它就拉起来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绕一圈重新进场降落 没有想到就在这样的 众目睽睽之下 飞机不见了 居然从这个列岛的中心点 跑到了最西北 在那边的外海掉下去 找了一个月 在黑盒子最后讯号的时候 透过澳洲的专家找到了 可是整整16年后 1986年之后的2002年 另外一架 也是同样滑航的飞机 只是这一次是国际线 从桃园机场 要飞香港机场 没想到空中解体 那么当时200多个人罹难 也创下当时罹难数字 最高的一个记录 可是它掉在哪里呢 空中解体哪里都可以掉 在台湾海峡上空 没想到也是掉在 木斗雨的外海 天啊 所以像这些 我们在采访的时候 真的会不寒而栗 太巧合了 是 这就是恶地恶水 但是现在有一些人 会有一个想象 就是说在台湾这个地方 除了这样的恶地恶水之外 有没有好山好水 好黄金 黄金有没有可能 真的还在台湾挖到呢 好 世界上有不少的探险家 其中有不少人呢 是专门拿着藏宝图 要来寻宝的 最近很振奋了 因为惠民很多藏宝图 宝藏的故事呢 大家都说真的假的 对 那最近证明它都是真的 有一个是说阿兹特克帝国 以前南美洲 中美洲那边一个阿兹特克帝国 据说它的黄金多到无限多 这黄金呢 500年来大家都找不到 但是真的最近呢 被找到了 还真的就是一堆黄金 一堆黄金 一堆黄金是什么呢 这个是在墨西哥呢 有个叫宪法广场 他们挖一挖呢 惠民知道它只挖到一个东西而已 一个一公尺 一公尺 一公尺 这么大的一个小箱子 就一打开之后 价值15亿钱台币 我才一个箱子而已哦 里面有205件的宝藏 里面有100多件 都是黄金 它里面呢 是一只狼 一只狼死掉之后呢 它包了一个黄金甲 然后有很多殉葬的陪葬物 那为什么 因为狼在他们来讲是战神 是可以指引着往生者呢 到将来的天堂那边去 所以他们有一个棺材 里面就放一只狼 而这只狼的陪葬品 现在实际上都是黄金甲 都是黄金 好像是随便的一个小箱子 狼的陪葬品是这样 人都陪葬品还得了 人当时他们飞奔的时候 到底把那个三天 就可以把整个屋子弄起来的黄金 到底到哪里去了 所以大家都觉得 阿斯特克的帝国的黄金 恐怕是真的 然后可是呢 中国呢 也有个千四百年的谜 最近也被解开来了 那个就是明末的杀人判魔王张献宗 当时想天生万物以养民 人无一物以暴天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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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连续了七杀的张献宗 他进入了天府之国四川之后 杀了百万人 烧杀掳掠 他有一堆的黄金 可是他死了以后呢 那些金子都不见了 实在四百年来留下一个传说 这个传说叫做 石龙对石虎 然后银子万万物 谁能解开 谁能能识破 买下成都府 所以你就知道这钱有多少 是 对 可是呢 到底当时他的钱到哪里去了 因为当时信说呢 他呢就带着那个千骚船里面 占满他杰瑞的金子 金银财宝 然后在闽江口的时候呢 被人结籍 被明朝结籍之后呢 败亡死了 那大家想说 他这里面是不是都是黄金 就发现都是假的 他们里面呢 千船里面呢 挖出来 有一根根的棍头 因为当时讲说 他是把棍子挖空 把那个黄金 金银财宝藏上去去 结果里面呢 都是石头 原来张献忠也知道 黄金呢 黄金呢 也知道说 可能呢 他也知道自己会败 他早就偷偷的 有一个工程 把它给藏起来了 而藏起来之后呢 只留下 刚刚讲的那句话 石龙对石虎 然后银子万万五 谁能人识破 买下成都府 你要买下成都府 怎样呢 四百年来 大家一直在找 可是最近中国 还真的找到了 找到了以后呢 挖出了一万多件的古物 里面就有当时的 崇祯时代的通宝 有那个黄金锁 有黄金价值 有官印 然后呢 还有金册 这个金册是他杀掉 当时在四川的 明朝的王族的时候 他们那个 世代留下来的 被册封的金册 证明真的是他的 然后真的 那个传言是真的 因为呢 在找了地方呢 叫做老虎滩 石虎 石虎 然后老虎滩上呢 真的有一只老虎 一个老虎的雕像 然后那旁边呢 对面呢 是过去呢 就有一个叫做石盘山 那石盘山有个山壁 也磕了一条龙 可是为什么这四百年来 找不到呢 当时被刻意的破坏 龙头呢 被打掉了 虎的头呢 也被打掉了 好 我们看到这两个 藏宝世界的曝光 有没有 四川找到了张献东的黄金了 在这个墨西哥 找到了阿兹特克帝国的宝物了 那很多人就要问 台湾呢 日本离开台湾的时候 是蛮仓促的 还说呢 有神风特工队的遗孀 也知道藏有黄金 藏宝图到底有没有 惠美 如果我跟你讲说 根据现在大家口耳相传 说台湾的这些黄金藏宝量 高达九千亿 九千亿 而且有四十五处 如果我告诉你这样的话 你还站这儿干嘛 我们还站这儿干嘛 我们应该赶快去挖宝啊 有线索嘛 但是我刚才讲了 这是口耳相传 难道没有什么窃阙的证据吗 有 只是这证据竟然是先从菲律宾开始说起 来 观众朋友 有没有看到这段画面 这可不是 不是什么电影画面 这真实的有这种 专门在捞日军 我们讲的就是埋城物 埋城物 为什么是叫埋城物呢 先讲 他挖到了 黄金耶 金砖耶 这是在菲律宾的 这是真的发生的 对 今年的事情 今年一月 好 那观众朋友会问啊 那这跟我们台湾有什么关系啊 而且又怎么要扯到日本 好 原来我们晓得 其实呢 号称叫 马来之湖的日本陆军大驾 山下奉闻 当初在战败之后 其实呢 他当时有收到一照命令 就日本天皇亲王下给他的把所有在东南亚各国搜刮出来的黄金 就像你画面都看到这种金砖砖块啊 给我运回日本 所以呢运回来的船如果沉了就在海底 那如果来不及运的呢 就会藏 藏坑洞啊 藏海底坑道啊 那就是藏宝猎人去挖 就会挖到了 不过有人说 哎呀这个啊 这个谁晓得是不是山下奉闻藏的啊 这个不一定能够证实 我这边等一下要独家告诉大家 后来真有发现黄金 好来我先讲啊 大陆砲台为什么大家会 在画面中你看到的 这不过就是一个废弃的砲台嘛 二极堵击嘛 原因是因为当时在1980年代 有一个新北市的陈姓男子 突然跟国防部说 这里有黄金 日本人当时有军人给我的秘密情报 而且你们不要以为我嘻笑 因为我还可以附上详细的位置 就在大陆砲台下 这个镜头画面让我们看着觉得 国防部都开始有点动摇了 好啦结果呢后来没挖到 那结果问题是这个消息一传出 也没有挖成功 可是后面的人觉得那一铁定有嘛 四次跑去 你看我这边列的年份 四次都有人跑去挖 挖到基隆的文化局 快去笑了啦 你们再这样来挖我 我有一次还得花八个月的时间 去正修耶 因为他们都会跑到那个炮兵的 以前那种类似洞窟式的炮兵的营房里头 然后一挖就这样子挖 好啦基隆文化局就很火大 你们既然那么爱挖我提供一两黄金 我在这里举办挖宝的游戏好不好 你们来啊挖得奖的人 我给你一两黄金好不好 不要再来挖了 但是很多人还是深信那里有 陆军联谊厅 这可信度就蛮高的 你知道当时呢在2007年突然有人透过了民进党的立委 汤火胜跟国防部申请说 在这个陆军联谊厅啊 或者也有一说是在后备军人指挥部的停车场 有黄金 刚刚大五轮炮台谣传是有五顿六十亿 这呢少一点两顿但也有二十三亿 向国防部申请说要挖你陆军联移厅后方水池跟花园之间的那个通道 下面有很多坑道里面有两顿黄金 结果呢国防部没批 嗯 要也是自己挖啊怎么会给别人挖啊 可是惠敏 闲人就在这 批了我反而觉得没有 你白挖 没批反而才让人家觉得 有鬼嘛 是不是要自己挖 我不知道 但是后来就是没挖 可是呢国防部有证实 的确有人来申请 但从未被开挖过 二十三亿哦 水池花园 今天你节目播出之后 对 会不会很多人跑去挖啊 不过这毕竟是国防部的嘛 可能也许只有在里头服役的 或者是在里头的 这个有具有国防部官职的人 可以半夜散步的时候 遛狗 狗去挖一下 好 但是呢 刚刚听到的都是几亿数十亿的 对不对 我刚刚不是说台湾有九千亿吗 那其他要怎么凑 邱茂园 大家看一下 这个位于台南安平港边区的秋茂园 我们晓得黄秋茂是旅日华侨 当时呢 他在那边建了秋茂园 但很诡异的是 当时黄秋茂所建的秋茂园 本来在台南市区 但他突然跟政府申请说 我要把他移到安平港边区 那个有一点比较偏僻的地带 为什么突然要做这件事 有人就说 因为那里以前是日军潜水艇的补充基地 下面坑道四通八达 日军来不及带走的黄金 放那不是最好吗 你知道多少吗 他们号称说有四千七百亿台币的黄金藏量在那 那再加上黄秋茂突然把秋茂园移到那 有人就说莫非此地无垠还真有三百两呢 好啦线索这么多 但是呢 真正挖成的到底有还是没有 瑞德大哥到底有没有啊 事实上有一个地方 我们比较少听到在挖黄金的 六十年前 阿里山有一千多个人上山挖黄金 你到底连听都没有听过 为什么呢 因为在日本统治台湾时间 阿里山不是都要伐木吗 对不对 有一个伐木工人他记起了日本时代这个英国工程师所说的话 真的在录业以后朝塔山那边看 会有出现很多像火一样 那你看这些火你知道吗 亮亮的那火这样 可是他很奇怪到半夜的时候呢 大概在十二点多的时候他就不见了 然后他心里想管他有没有 那反正我就找个时间去看看有没有嘛 对呀 没想到他在塔山的山洞里面 捡到了一颗三十几两的黄金 礁石传开了以后呢 传到山底下 一千多个人全部冲到阿里山 全部到塔山 也不知道他是哪里捡到的 那一千多个人你想象那个时候 不是来这边看樱花 不是来这边赏花干什么 看什么 不是 全部跑到那个塔山里面 想进办法 大家要刷 山洞哪里在捡黄金 一个都没捡到 可问题是意外发现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结果意外发现在塔山 竟然有那个纯度非常高的煤炭 你知道吗 而且那个数量非常的大 那么事实上呢 刚刚主持人问说 到底台湾有金也没有 各位说 他说那大五轮炮台 竟然黑得这样有没有 大五轮炮台很不高 但是基隆一定有黄金 为什么呢 跟我们江湖的一个人物 发生了一件事情有关系 那么二次大战结束了以后呢 台湾不是大量的遣返 包括日本的军民 除了留下来那些 军事用途的白团之外 其他人怎么要迁返回去 不管你是高级 低级公务员 是老百姓还是军林 但当时有一个规定 一个人的身上 每一个人身上只能有一两斤 一斤金而已 你再多 就算你的也不能带回去 所以怪了啊 那你身上的黄金呢 还有日本人掠夺 台湾的相关的黄金呢 当时在基隆码头 刚好非常有名的芒果 芒果叫做徐海千 我们芒果咯啦人 然后呢 他就刚好带着一些兄弟 到那个等于说码头去了 看到这些有一些流氓呢 基隆的流氓在打那个日本的军官跟士官 他们就出他就出面 意思就是人家就要回去的 不需要这样打人家干什么 他就把他排解掉 没那个军官用打成这样 那个军官非常感动啊 拿了个很大的木头箱子 非常重 然后请芒果丹那些手下呢 把他扛回台北去 记住要到台北才能打开 结果呢 日本军官就跟这些 全部都迁返回去了 记住要到台北才能打开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等到你到了台北的时候 他的船已经离开基隆 已经回日本去了 到台北打开 芒果一打开 刷一下 那你当局里面不知道什么 你打开 全部是黄澄澄的条字 简称金条 你知道吗 冠州都一根条 那你说这故事是真的是假的 是真的 为什么呢 芒果自己在生前自己讲说 他后来吓了一大跳 怎么有那么多的轻调啊 然后他就用这个金条 在台北买了 开了七家的酒店 后来还在新北投这个地方呢 后来租下包下了一个温泉温泉 开了很大的一个职业大赌场 那如果我们说的 你认为我们说的都是日本时代 那跟各位说 如果你有惠根的话 你有那个可能 在台湾挖到 223.5公斤的黄金 有可能哦 今天你开市了哦 没有错 有意思 你告诉你哦 刑事警察局都去挖过了哦 没挖到 所以刑事警察局没挖到表示真的有 而且我告诉你保证有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民国88年1月5号的时候 当时在前一天 1月4号到3号的一个交界 新光保全公司啊 他有一个金库的副主任 叫做熊耀国 然后呢 他就贵迷连续假期 你看他多好心啊 他跟属下说 你们回去过年 那个杨历年 但是你们回去过年 我来就好了 主官帮你 反正没关系 你们就 这长官太好了 太棒了 哪有这样的长官啊 当然要帮你支开 为什么 他要拿着金库的钥匙跟密码 进去里面搬东西啊 你知道吗 他到里面搬走了多少 各位 中华民国犯罪史上很少 有人能够破他的纪录 总共加起来3亿 你知道吗 包括新台币 美金日币就2亿 然后223.5公斤的黄金 超过1亿 所以总共3亿 然后搬走后 搬到现在 我跟各位说 他人其实已经搭飞机 经过金门就不见了 怀疑是偷渡到中国大陆去 然后呢 偷渡的管道 警方后来有查获 他熊耀国付出了1000万 1000万 他为了铺这个偷渡的管道 1000万 可其他的钱 可能用地下管道 但是呢 其中一个偷渡的 一个祖贤说 他曾经跟熊耀国 约在桃园的 一个吊虾场的外面 他的熊耀国的车子 扰道一扒开 两个大麻袋 就装着223.5公斤的黄金 就是刚从那个金库 挖出来你知道吗 带出来了以后 放在他车子的扰道 然后再到那个地方 两个见面谈 那个偷渡的事情 可是警方一算 掐子一算 熊耀国从 拿到那些钱跟黄金 到这个店跟人家见面 到他偷渡出去 他没有时间处理这些黄金 你知道吗 这个金子他没时间处理 然后台湾的所有的地下 相关的银楼什么店 也没有收到这么庞大的一个黄金 这些黄金一定被他藏在一个地方 好 他之前最喜欢去的就是桃源的这个吊虾场 他跟人家见面那个车子的两大包的 那个麻袋的那个装剪条 也在这里 有人检举密报 这个吊虾场后来废掉了 总共有七天的空窗期 是没有人在这边管这个吊虾场的 然后就让人家填平以后 做成了停车场 你知道刑事警察局在2003年的时候 就用金属大型的探测器 诶 真正探到下面有金属反应 有金属反应 真的呢 停车场的这个门口路门口 下面有 开瓦啊 263.5公斤啊 你看黄金啊 开瓦啊 瓦了三公尺 瓦了一大块 一百多个警察团团团团团 不已经瓦起来两百多公斤 不是开玩笑的 瓦了三公尺 瓦了一整天了以后呢 什么瓦子都没有瓦到 金属反应啊 所以人家说金子会走 你知道吗 现在在瓦子会走嘛 各位 223.5公斤的黄金就看 你有没有会更啊 诶 你这么一说之后 很多人都想说 对啊 我就不信 我这杯不能发财 我一定要挖到黄金为止 其实刚刚对着有根本一个线索 不只是刚刚那个保全案的这个黄金而已 日本人回去的时候只能带一两 那其他黄金到底哪里去了 其实据说台中也曾经挖过 台中不但是曾经挖过 而且是国家之力动员起来去挖的 要挖的是价值40亿美元 大概现在是新台幣1200亿的价值的黄金 这个是在民国40年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留在台湾的日本人 叫做方口正子 他就出来讲说其实是因为他的前夫 是日本当年的一个神风痛工队的队长 叫做陈部队 他在台中的坪林那边一个部队 然后他老公有讲说其实当年的时候 日本因为最后要撤退的时候 把一堆黄金捷律而来的挖了山洞 把它埋在那方面了 就在台中那边 真的假的呢 他这样一讲之后后来因为他是又改嫁了 再嫁给一个台湾人 所以他就留在台湾 政府一听真的假的 赶快去查日本的防卫厅的战史资料馆 确实日本里面记载着 当时有八处他们秘密藏了一个黄金 然后确实陈部队真的是在那个部分 然后他的那个左梭的老公 真的当时就是神风特工队的队长 只不过就是带着部队出去之后呢 就没有回来了 为天皇而牺牲了 所以他一听哇是真的 可是那时候国家还很穷啊 民国40年的时候 要去开挖怎么办呢 不是带了很多黄金从大陆来到台湾吗 其实那时候军费两年就用光了 用完了是不是 用完了对不对 所以开始要开挖了 可是开挖需要钱啊 就日本人也跑来了 然后当时台湾的人 人负义找林鼎立 然后还有台北的北部的 好几个挖矿自家 通通都投下去了 投下去了赶快去找 到底是怎样 因为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真的 而这个时候呢 他会大家去挖的时候呢 挖了三条的隧道 然后就像开矿一样 里面还有轻轨的车子 要进去挖挖挖挖挖挖 那这真的假的 国家一看说你们都这样抢我要抢啊 所以经济部 解出来了 而经济部就动用了透地雷达 蒋介石在1949年 偷运来台的450万两黄金碗 相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曾在台湾多处地方挖洞 埋藏黄金宝物 总价值更高达一千多亿 每个地方都几乎传说 日本人有来藏宝过 就这样台湾由北到南 寸土寸金 民伯50年前后 台湾绝宝日到达巅峰 当时申请者多达两百多起 台北市博爱特区 是台湾军政机关最集中的地方 戒备相当森严 但2002年挖宝者还是打起了这里的主意 当年7月台北市民陆续发现 每到夜晚总统武汉后备司令部的停车场内 大卡车进进出出 挖洞机隆隆作响 原以为军方在搞工程 后来才知道是寻宝队伍 决第三尺挖宝 到了南台湾屏东坛里 蜿蜒长而深远的隧道通达的地底下 据说曾经是日据时代的作战指挥所 藏有50万吨的黄金 两度申请开挖 无功耳板 往东走花莲 甚至离岛澎湖 也都是开心寻宝失望而归 而相传台湾246处藏有宝藏的地点 据说几乎都接近军营地区 民国50年开放民间深浅挖宝至今 都没有人如愿以偿 那么到底台湾有没有宝藏呢 没有人可以给个答案 但尽管如此 挖宝人的发财梦 似乎永远也交不息 而建议部就动用了透地雷达 只是说当时的透地雷达 厉害的了 又没有现在这么好 所以透地一探 真的在那个山下 800公尺的山下面 有大量基础反应 这可能是真的 有可能 赶快要挖 而且政府要抢先挖道 这时候怎么办 就跑去找日本了 你们当年那个陈锋特工队 还没有活着的 所以日本防卫厅 那时候是战败国 还真的调了两个 叫小利元的过来 过来之后 他们就过来说来指认 你们当时还记不记得 就这个时候 同时的时候 还真的越来越有现象是真的 因为他们挖到了 有左轮手枪 有铁靠脚疗 然后那个小利元 才报回来讲说 没错 当年他们在挖的时候 在台中监狱 抓了30个犯人过来 这个犯人就负责去挖 去藏 然后挖完之后 就地枪决 就地处决 因为不用让他们 把秘密给泄露出去 就埋了下去 所以看到有脚靠手疗 有左轮枪 是不是真的在那边 而且大家想说 对哦 因为从那个34年以后 在那座山头 常常晚上听到 鬼哭神嚎 因为大家就想说 是不是他30个人的冤气 就一直在那边 这一定是对的 继续往这个上下挖 就一挖的时候 就更神奇的 挖到了一个石碑 而这个石碑 其实不是石碑 就是用特殊的化学材料做的 不会被腐蚀 你埋在里面都不会烂掉 特殊的化学材料 上面写得很奇怪的 ASRSTPDG 英文字母 英文字母 是什么意思 大家想了半天 快去弄 原来A是亚洲 然后什么什么 里面讲的是 哪个树林 哪个方向 它其实在指引 所以讲说 那这应该对了 我们赶快地 跟着这个解破石碑 就可以去挖了 结果这很奇怪 那个时候呢 出现的时候 大概是 那个巴西水栽的前 就到了巴西水栽 那一年的8月9号 突然大水一过来 那个石碑就被淹没了 然后前面挖了 所有的痕迹 整个山的形状 就全部被土石榴一改 天啊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 都找不到 不过我相信 现在的金属探测器 透替雷达更好 拜托经济部 赶快去找一找吧 所以前瞻计划的钱 这就是黄树 前瞻计划 这就是黄树 最后追悉令 我们要来看 中华民国史上 有越考选部长的遗孀 是惨死在家中的 但是呢 警方苦无任何破案的线索 因为家中死的 不仅是遗孀 还包括在家里帮忙的人 结果呢 完全没有线索的情况之下 考选部长 亲自显灵了 指出凶手在哪里 该如何来办 显得是什么灵 详细的案情 我们请资深社会记者 瑞德来告诉我们 我们台湾考试院的 前考选部长 李寿雍的太太黄冷玉 跟她的理性的这个女佣 在民国75年6月8号的时候 两位这个老太太 跟她的那个女佣 竟然沉湿在这个卧房 死状非常的凄惨 而附近呢 包括老太太的这个卧室 跟其他地方 都被收了乱七八糟了 所以显然是一件 谋财害命的案子 而因为考选部长李寿雍 他已经去世了 但是呢 他留下了 博为客观的相关的财产 甚至于还借了人家 好几百万的这个财物啊 那么歹徒又是因为这样 直接进来到公家机关 还是全前考选部长的 这个房子里面呢 那杀人谋财啊 那么这件案子非常的重大 可是问题是辖区的 大安警分局 跟台北市的刑警大队呢 那么清查了附近很多 包括交往的状况 包括放贷的情况 甚至于包括这个李姓女佣 自己本身啊 是鸿门大姐啊 那么鸿门大姐的这个身份呢 是否与江湖有关 都列为他清查的这个对象 那么查了半天了以后呢 一直都没有办法突破 那么全案都陷入焦灼的 一个状况 那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法医经过验尸以后 还有一个惊人的发展 为什么呢 发现了这个已经80岁的 这个等于说啊 前考选部长夫人啊 她呢 是被人家用一只右手 只有一只手 单手给活活掐死 而这个李姓女佣呢 她的头部脸部 被人家可能是用拳头 重击了以后呢 也是用一只右手就把他给掐死 也就是说 这个歹徒 那么其实根据里面的 血印相关的这个激证显示 只有一个人 可是这个歹徒的力大无穷啊 调到大安分局担任刑事组长的 前警官李锦珍先生啊 那么他来到了这个 一样来到了这个命案的现场了以后呢 他希望他调来了以后呢 能够让这个案子 因为毕竟是社会瞩目的重大刑案 能够因为这样案情有所突破 能够把歹徒绳之以法 所以他来了以后呢 那么他就把箱给点燃了 就在考选部长李寿庸的 这一个神主牌那边拜拜了以后呢 就跟这个李寿庸前部长说啊 这个部长 今天你的夫人跟你的女佣呢 被人家这样子的活活 活得给害死谋财害命啊 我们需要线索 我们知道部长生前 有留下了一封遗书 可是我们找不到 我们没办法找到 就没有办法帮你们破案 没有办法让他们等于说 把歹徒绳之以法 我要靠部长的力量 协助警方办案 我们需要部长 然后您显显灵 给我们一点线索 提供我们破案的一点点的idea 然后呢 谢谢部长 你一定要帮助我们 那就把它拜拜 拜拜完毕以后呢 把箱插上去 插上去了以后呢 李警针即将展开他第八次 也就是警方第八次的搜索啊 可是所有地方都找过了 那到底要找哪里也不知道 然后呢 就坐上了客厅的一个书桌上面的椅子 他就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呢 想说 那我就把抽屉打开来看看好了 结果没想到呢 在打开抽屉的时候 通常我们只会看抽屉里面的东西 结果呢 就在打开抽屉的时候 李警针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之间 胡志心灵啊 就想说 那我把抽屉打开看看 里面会不会有遗漏在后面 还是下面抽屉下面里面的东西吗 把抽屉一拉开的时候 先掉了一张 劳力士金表的相关的保证书 因为其实根据他们的养女说啊 现场除了很可能掉了四十几万之外 因为这个部长夫人黄冷玉呢 他习惯把很多的财物 都放在一个俗称为保管箱的地方 在百保箱啊 保管箱也称为百保箱啊 钥匙呢 就放在他的这个衣服的内里面啊 显然歹徒曾经拿了这个 把他打死了以后呢 拿了这个钥匙 开了这个百保箱 拿走里面的财物 里面包括一支劳力士金表 所以李警针拿到了这个 劳力士金表的这个型号跟保证书 然后除此之外呢 突然间知道他就在 李警针在看这个保证书的时候 他发现有一张纸 从抽屉的里面飘飘飘飘 掉到他的脚底下 然后他就顺手拿起了这张纸了一看 原来这张纸就是 这个当时前考选部长李寿庸 生前所写的所谓的遗书 上面就写了包括段培德等人 勇士不得入内 不得进入我家 原来这个段培德呢 事实上他的爸爸就是早年的时候呢 在帮那个老部长啊 那个等于说李寿庸呢 他家帮佣啊 那么后来因为在段培德小时候 爸爸带着他来老部长的家里面 住了两个礼拜 就没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 段培德竟然把老部长的手表 偷到外面去典当 那么这件事情 被老部长知道以后 非常的生气 在警方逮捕他的那一天的上午 还在台北市的这个新生北路呢 还跟他的同伙去行窃民宅啊 被警方逮捕到的时候呢 他一开始只承认他逃兵 可是他否认涉及这个命案 这张可以说是遗言的一张纸条 就藏在一个你不可能发现的地方 就这样子经过显灵 得到了破案的可能 但是侦办的过程里面呢 命案现场屡屡传出 已经往生的部长夫人 却出现在官邸之中 怎么回事 瑞德 警方在逮捕段培德的时候呢 在段培德相关的住的地方呢 找到了一个高尔夫球带 在这个带子里面呢 找出了一张 段培德曾经把一个 这个劳力试金表 送修的维修证明 而上面的型号 跟警方所查到老部长的 劳力试金表的型号 一模一样 也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当警方把这个 摊开来了以后 段培德不得不承认 是他涉及这个案子 他自己本身在这个地方 住过两个礼拜 所以整个官邸里面 到底是怎么样 他非常清楚 而且他也知道 老夫人的这个内里里面 有一个白宝箱的钥匙 所以当他偷偷捏手捏脚的 进到老夫人的卧室里面 因为老夫人生前有个习惯 非亲近之人 谁都不可以进到他的卧室 他进去以后 正在偷偷摸摸 在抽屉 在想尽办法 要找到那个钥匙的时候 这时候老夫人惊醒了 结果他怕他喊叫 竟然就用他的右手 直接把老夫人给掐死 掐死了以后 因为老夫人还是有反抗 还是有这个声音 踢到东西了以后 这时候 那么女佣跑过来 想要知道到底是什么 他以为老夫人要叫他 结果冷不防的 就被段培德 朝他的脸部头部 打得乱七八糟了以后 一样再用他的右手 把他给掐死 因为现场非常的凌乱 又可怕 成为凶宅 所以后来就把发生命案的卧室 用个木板全部把它给钉死 那么里面事实上 因为多年没有人居住 所以后来 当有人在去里面 要了解到底 里面现在的状况 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却闻到浓浓的相关的血腥味 那么即便把那个木板 一打开了以后 包括地下 包括床上 都还是浓浓的相关的 这个死者所留下来的 相关的血迹的那个血腥味 那么更令人觉得可惜 更令人觉得说不解 然后觉得非常恐怖的是 到后来因为这个宿舍 一直放回到那个地方 有些邻居呢 在晚上路过这个宿舍的时候 竟然还可以看到 宿舍里面隔着玻璃 那么她的女佣人呢 还扶着 还在推着 这个坐在轮椅上的部长夫人 隔着玻璃往外面看 下期再见 大家尽量一下 每个人都没有 在便宜 新的地空 人是居住的 高兴 在查出 位于赶行 产生 产生 产生